今天我们回归最基础的初流白菜 真正值得尝试的一道菜 白菜用三分之一颗就够炒一盘了 我用的重量在400克左右 大白菜的切法我是先切根 再纵向剖开成差不多的宽度 最后拆刀斜着向下入刀 尽量让白菜的横截面变大 把白菜切成差不多大小的片备用 切好的白菜撒上一勺盐 腌制15分钟 腌到表面微微出水 白菜也会变得微微透明 腌好的白菜不用洗 使劲用手挤干水分 挤到完全拧不出水的程度最好 这个时候白菜是有咸味的 桃味汁的时候就少放一点盐了 碗里加入原白糖橙醋 如果出锅觉得粗味不够浓郁不够香 下次炒的时候可以用陈醋加上香醋 加少量的淀粉用于收汁和保温 烹烂过程也是极其简单 锅里加入适量的油烧热 下入白菜 先下锅炒热 一直保持大火大约30秒 当白菜开始缩水快完全熟透的时候 把混合好的调料再次调匀 以免淀粉沉底起不到作用 我们习惯了勾芡 一边翻炒一边下味汁 这样能更均匀 家庭小炒 开着大火到禁区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橙醋的香气会扑鼻而来 白菜的水分低了脆度就高了 这道基础的醋溜白菜能调整的就是盐和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